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个观念 就是在前几天直播啊 其实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 那时候是晚上10点嘛 应该是10月30号那天直播 其实在直播的当下 其实我的前方有两个 有两个人 一个是子玄老师 一个是我师弟 他们在看我直播 他们在看我直播 各位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 可是当下看起来你还是一样 是很自然的在那边做直播 好像四周就都没有人一样 为什么呢 其实各位 你确实你批命要做到 像当时候我一样 为什么 其实我一般在批命 我选择的场所 各位你会知道 我大部分都在Celeven 星巴克麦当劳 因为我本身没有开命相关 所以我都是在外面批命的 我都在外面批命 这是一个开放场所 各位这是一个开放场所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算命是一个很 个人隐私的事 通常都会比较到 命相关里面 有个人的空间 这样子聊会比较好 但是为什么我绝大多数人 都是找这一个大空间 很简单 我们 因为我把算命 我们把批命当做正常事 批命是一个正常事 他并不是一个什么可耻的事 很多人都认为批命是可耻的事 因为他现在陷入人生的一个低潮 然后他陷入低潮以后 他人就会很奇怪 陷入低潮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没用 然后非常的没有自信 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耻的一件事 这个在批命的时候 我时常会有碰到 但其实各位并不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运势的高低 然后每个人都有运势的高低 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不要把一个低潮当做很像很可耻的一件事 没有 所以来讲 我们把批命当做一件事的时候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到一件事 我的学生他在学八字 或者是我的客人他在批命的当下 其实到最后他会很放得开 因为他会认为批命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他也不在乎别旁边有人走来走去 他也不在乎 为什么 因为我的态度就是认为批命就很正常 我们本来人生就有高低起伏 这个不是你可以掌握的 我们能够掌握的是 我在好运的时候该怎么做 我在衰运的时候我该怎么做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 批命有什么好可耻的 在我的眼中批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他批命是一件很正常 他不是说你衰运的时候 我好衰我来找命理师 他不是就只有衰运的时候有用 像我出道了5年 已经有人第6次要来找我了 也就是说我在出道前他就来找我 他每年他都要算一次 他都觉得这个很正常 我每年算一次 我知道我哪边该夺哪边该闭马 甚至大老板 我们约在哪里 马来西亚来 结果我们约在 左营站的星巴克 我们就约在左营站星巴克 老板在这边跟我们聊 当一个命理就说 连命理师他都觉得 批命是一个很隐秘的事 你的客人心态当然会觉得 但是我们对面你的一个态度 就是他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他是一件很正常 所以我们在批命的情况 客人在批命的当下 他不会因为他是在一个开放场所 而他会怎样 会分心 他反而他会觉得就很正常的一件事 为什么我也要选择这种开放式的空间 各位 你看我在影片里面留的男子的那个地方 其实我已经不知道几年没去了 因为到那个地方 我要骑摩托车去大概一个多小时 现在刚好火车站前面有一个星巴克 让我坐火车过去 那走路不用两三分钟我就到星巴克 所以我现在的地点都会约在男子火车站前面的星巴克 那来讲 当客人来找我的时候 其实以命理师的角度来讲 我知道这个客人在衰运 在衰运的一个情况下 一般我们会定位 定位是这一个客人他是属于日主授客 我会说以算命这一个事件的角度来讲 客人因为衰运他来找命理师 客人大部分就是在日主授客这一块 所以他不好运 不管他是破财破印破什么 我们不管 可是就是说以这一个算命的角度而言 客人他是属于衰运的日主授客 所以当他在衰运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要用印 要用笔 印笔来帮忙他 所以在算命的当下 我选择一个公共的一个场所 旁边有很多人 这一些人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笔尖 其实这一些笔尖对他不会有伤害 反而他会觉得来找命理师 对啊 他因为他不认识我 他当下可能会很紧张 可是 只要一旦接触了 其实他就不会紧张了 他就不紧张了 因为笔尖会来帮忙他 反而我们在批命的一个过程中 会很轻松很愉快 很轻松很愉快 所以各位 其实我会选择公共场所的一个地方 原因 有很大原因也是这样 由于 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人要租我教室 那时候 我们我刚出道的时候要去租教室 就是没人要租我 所以我就没有教室 那就没教室就好了 一不做二不休 好 对不对 全台湾都是我的命相馆 只要有CLA 我在CLA里面教八字的 我有在麦当劳里面教过八字的 都有 可是 学生在当下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哎呦 好像在CLA教 教学八字好像不太好 不会 也有在全家学过了 结果到最后 老师 那个环境不怎么样 我们来去那个比较好的餐厅 各位 跑去餐厅里面 对不对 所以 学生他也是怎样 他在学习的时候 也是这个就是给日足力量 他可以学的更好 反观是一些 假如是说我到人家家里学习的 通常学习都会比较差一点点 不要差一点点 所以其实批命 你把他当作是一件正常事就好了 当作正常事 没有什么好可耻的 你就 就很像 朋友坐在那边跟人家聊天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 为什么 我一直会跟各位讲说 其实命理来说 你们不要把命理 你冠上一个很神秘的面纱 他就是命运的道理 生命的道理而已 只要符合这个运行的一个道理 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好 所以命理他会是很神秘的吗 不会 所以我们把命理当作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但是 这样子 自然而然 命理师是这种观念 客人看你在面对他的时候 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态度 他就不会 说因为是在这一种开放式的空间里面 算命 他就觉得 觉得怎样 不舒服 不会 各位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客人的态度 取决于算命师的态度 算命师认为 算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客人自然而然 他就会给你觉得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所以他也热于在这一种 C11 麦当劳里面跟你侃侃而谈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他可以在这一种公众的场所里面 他讲出他的事 其实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他有很多的衰运 已经怎样解决了 因为他已经不害怕 所以当下的时候他的情绪是 会很好的 他的情绪是会很好的 所以其实各位 你就要了解 命理师 中农医师有设计过的 他是知道说算命的一个情况 是怎么样 所以他就会 他就会用这种方式在算命 当然 有很多人都是国外的 那可能就没办法 那就只透过视讯 但是 面对面的批命 各位 我是不一定 我是不会去找什么多安静的地方 我都找公共场所 就坐在那边喝饮料 一边聊 在这一种状况下 就是一个笔尖很旺的一种算命场所 客人他本身就处于衰运来找你 他本身就需要的是笔尖跟 跟印来帮他 在当下他有很多的笔尖可以帮他 所以在批命的过程中通常都会怎样很顺利 通常都会很顺利 而且客人他的情绪也会好很多 因为 空间上的笔尖就自然的帮助他的这一个状况好转 所以 今天跟各位讲 观念是什么 不要害怕批命 把批命当做一件正常的事 既然是正常的事 有什么好害怕的好可耻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